男朋友有个为她挨过刀子的女兄弟,为此他们一家人都对这个姑娘极尽宠爱,所有人都劝我大度,只因这姑娘当年救过我男朋友一命。 后来画廊着火,他给我打电话,等这次报完恩,我们好好在一起。 电话挂断的瞬间,他立马背着那姑娘冲出了火海,他却不知道我也在里面。 齐里陪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许愿,他手机铃声就响了。 突兀的铃声打断了包厢内热闹的气氛,齐里准备直接摁掉电话,专心为我过生日。 可是一看到备注,他立马选择接通。 齐里,我心口有点难受,电话对面的是个姑娘,声音有些虚弱,还带着哭腔。 话都还没说完,齐里立马就接了句,阿婉,你在哪? 说话的同时,齐里直接拿起沙发上的衣服,然后大步往外走,完全忘记了此时他正在为我过生日。 突如其来的变故,以及那个熟悉的名字,让包厢内的气氛再次变得诡异。 我的好友谢曼立马伸手拦住了他。 齐里,你搞清楚,今天是你女朋友二十五岁的生日,你现在走合适吗? 齐里被拦了下来,皱着眉慢慢转头盯着我,像是在责备我的不懂事。 阿婉身体不舒服,我必须要过去看一下。 接着他把双手放在我肩膀上,一字一句说,香香,以后咱们是一家人。 阿婉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你要懂事。 说完最后四个字,齐里直接冲出了包厢。 速度之快,甚至还在门口撞到了一个端着酒过来的服务生,酒瓶子哗哗碎了一地,红得像斜的酒蔓延开来。 谢曼为我抱不平。 但凡你跟齐里在一块,那个许志婉十次就八次打电话过来,次次都用同一招,就他受伤,就他柔弱是吧。 他刚说完,坐在旁边窃窃私语的一个朋友忽然发声,那姑娘为齐里挡过刀,肯定就要多关心一下啊。 另一个朋友也站了起来,脸上只差写上正义两个大字。 香香,你要大度一点。 毕竟人家姑娘可是为你男朋友挡的刀,四舍五入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多关心人家一点也是正常的。 包厢里其他神色各异的朋友,也纷纷暗自点头,和其里如出一辙的神情,都在责备我的不懂事。 在我知道许志婉这个女孩子存在,以及那所谓的救命之恩时,我身边所有人都在劝我要忍耐和大度,因为她曾经救过我男朋友,挡过刀,见过血的那种。 所以,每当她有事情需要我男朋友的时候,我都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满。 就算她故意当着我的面,和我的男朋友搂搂抱抱,我也必须要装作什么都看不见,甚至还要笑脸相对。 否则我就是眉心肝,白眼狼,是这个社会的垃圾和败类。 我眼角有些酸涩,愿望也懒得许,就坐在沙发的角落上发呆。 谢曼看出了我情绪不太好,当即就把这群人直接给推出了包厢。 走走走,就你们掌了嘴会说,齐里的救命之恩,凭什么要我们相相一起报答? 许志婉,她是齐里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初一那年,齐里被学校外的两个小混混盯上,不给钱就要打她。 齐里性子倔,当即脱了外套,跟混混打了起来,可拿混混手里却戴了刀。 刀子捅过来的时候,许志婉推开了齐里。 自己受了伤,以至于常年体弱,甚至一度需要去国外治病。 齐里向来就重感情。 这是救命之恩,所以齐家所有人都对许志婉各种疼爱和偏袒。 而我知道她存在的时候,我已经和齐里在一起七年了,不仅贯穿了整个大学生涯,而且我和她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很爱齐里,同样,我也知道她很爱我。 可这一切的前提,是那个叫许志婉的女孩子不会出现。 初次见面是在机场接机。 她直接忽略了齐里旁边站着的我,一头扎进了齐里怀里,还亲密地在她脸颊上贴。 阿里,我回来了。 声音柔柔的,让人充满了联系。 彼时我心里只是有那么一丁点不舒服,但一想起眼前这个姑娘当年奋不顾身为齐里挡刀,我还觉得自己狭隘了。 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 许志婉似乎一直都不知道我的存在,以至于看见我跟齐里食指相扣,脸色瞬间就惨白了起来。 齐里吓得赶紧甩开了我的手,将许志婉抱在怀里,轻声哄着她。 阿婉,身体不舒服吗? 许志婉紧紧抱着齐里的脖子,跟小猫咪似的在她脖子上蹭了蹭,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阿里,心口有点难受。 本就是因为她受的伤,齐里一直都心生愧疚。 这下子听到她这么说,当即就把许志婉抱起来,然后大步匆匆往机场外跑。 完全忘记了还停在原地的我,我只当这是一个意外,所以并没有多想。 毕竟我没有把人往最坏处想的习惯。 然而,隔天我跟齐里看电影的时候,许志婉直接打个电话过来,又说她心口不舒服。 齐里立马起身,准备去找她。 我拦住了齐里,说我要和她一起去。 那时候我的想法很天真,觉得许志婉一个女孩子很不容易,又因为我男朋友受了伤,所以我能帮一把是一把。 到她家,许志婉根本一点事也没有,还做了一桌子丰盛的大餐,穿了一件很凸显身材的短裙。 看见齐里出现,嘴角笑容明媚柔和。 可下一秒看见了我,她嘴角的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还带了一丝忧怨。 她怎么也来了? 许志婉直接质问齐里,捂着胸口坐在椅子上,似乎又开始不舒服。 齐里立马半蹲在她面前,像哄小孩似的哄着她,香香也是担心你的身体,所以跟我过来看看。 许志婉还是不开心,瞥了我一眼后,捂着胸口开始哭,直说难受,然后一把扑进齐里怀里,要她哄着睡觉。 齐里担心她身体,将她送往了医院。 到了医院,许志婉什么事也都没有,只是当初那个伤确实很严重。 所以,在她说心口很疼后,还是要留院观察一晚,齐里忙前忙后,搞到了大半夜才睡觉。 我心疼她,把随身带的大衣披到她身上。 原本在病床上待熟睡的许志婉忽然睁开了眼,满眼挑衅,阿里以前说过会娶我的,你要是拾去的话就主动提出分手。 这句话一说出来,我就知道这姑娘在打什么主意。 原本以为是个柔弱小白花,现在却发现是个十足的黑心帘,还带着毒的那种。 齐里是我男朋友,我们已经见过家长了,订婚的日子也已经订好,我凭什么要分手? 我只觉得,想笑,长达七年的爱情长跑,齐里和我的感情一向稳固。 当初在大学里我们俩就是模范情侣,拥有着类似的兴趣爱好,做什么事情都很默契。 她说过我这辈子一定会嫁给她,如果敢嫁给别人,她就去抢亲。 彼时,我娇笑地扑进她怀里,感受着她的炙热的心跳。 那时候我常想,这辈子我大概再也找不出这么爱的人了。 所以我根本就不想放手,也绝对不会放手。 本就该属于我的幸福,为什么要拱手让给别人? 许志婉缓缓缓从病床上坐直的身体,垂毛看了一眼睡在床边的棋里,满脸温柔眷脸。 我为她不惜被人捅了一刀,她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人。 周湘,我会让你看到,其里真正爱的人究竟是谁。 彼时的许志婉,脸上的神情有些疯狂,可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做的那些事情才更是疯狂至极。 原本选好了日子订婚,然而许志婉捧了一本《黄历》上门,和其伯母说订婚那个日子对她不好, 给改天再重新选。 其伯母把许志婉几乎当成了亲生女儿来疼爱, 二话不说,就推翻了先前订的日子,丝毫不顾及我的面子。 订好的酒店,说退就退, 上万的订金说打水漂就打水漂, 就因为许志婉的一句话, 不仅如此,原本给我买好的三斤,也全部都带在了许志婉身上。 我生气地跑去质问齐礼, 她却满脸无所谓,就金戒指,金项链而已。 安婉想要就给她了,毕竟她就过我的命, 咱们再重新买一款别的就好了。 除了本该属于我的三斤, 就连我一早就订好的订婚服, 我也在齐礼家中, 看着许志婉大摇大摆地穿在身上。 只是她常年病着,身体过于瘦弱, 有些撑不起来那件漂亮的礼服。 香香,你看我穿得漂不漂亮? 她故意在我面前炫耀,又故作羞涩, 我原本只是说好看, 阿里就说可以把这件订婚服送给我。 你不会生气吧? 说完又扭头看着齐礼, 我穿起来肯定没有香香好看吧? 毕竟初中那次后, 我的身体就一直很瘦,肯定很难看。 只要一说起初中那次挡刀, 齐礼就会瞬间化成一个 十足的贴心大哥的形象, 一把将我挤到旁边, 然后伸手亲密地摸了摸许志婉的脑袋, 咱们阿婉穿什么都好看。 齐礼的爸妈也拥了上去, 把许志婉护在中间, 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 哄着捧着, 就像是一个一岁的羊娃娃, 生怕她伤到一分一毫。 我就像个笑话, 独自站在圈外, 看着他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样子。 可即使这样, 齐礼反倒还是在劝我, 香香, 你要大度。 婉婉是我们的妹妹, 需要让一让她的。 只因为我脸上没有带笑, 许志婉不高兴了。 因为重新商量订婚的事情, 齐礼和我爸妈吃饭, 许志婉竟然直接找了过来, 说她需要去医院一趟, 让齐礼陪她。 我爸妈的脸色很不好看, 毕竟这种事情发生太多次了, 是个人都知道许志婉是故意的。 所以我爸妈不允许她去, 至少在这样的场合, 我家这边的亲戚都在, 要是齐礼离开, 指不定我会被说成什么样子。 我爸妈甚至还退了一步, 他们陪着许志婉去医院, 让齐礼陪着我吃完这顿饭。 但齐礼一看许志婉五心口, 当即就抛下了我, 抱着许志婉冲去了医院, 是半点犹豫也没有。 他甚至还在说, 阿婉都不舒服了, 你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原本我也还忍, 后来我才发现许志婉就是在变本家里, 所以我找齐礼潭。 他却苦口婆心来劝我, 阿婉当年若不是为了救我, 也不至于一直身体病弱。 这是我欠他的, 你是我未来老婆, 所以你也会帮我一起报答他, 把他当成亲妹妹来对待的, 对吧? 当成怎样的妹妹呢? 肆无忌惮, 穿着本该属于我的订婚服, 带着我的三金, 然后搂着我的男朋友, 跟着我未来婆婆公公和乐容容, 我苦笑。 我也希望能够简单当成妹妹来对待, 可人家显然不这么想, 许志婉要的是当其家的媳妇, 可是所有人像是眼瞎了似的, 看不见一样, 都觉得许志婉天上地下无敌好, 什么坏心思也没有, 只是个需要被呵护的孩子而已。 仿佛我的每次抗议, 就是在无理取闹, 就是没有道德, 就这样各种截胡,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 有这么一个女孩子的存在, 除了谢曼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 其他所有人都在劝我大度, 只因为许志婉对我男朋友救命之恩, 所以我得忍, 忍到死的那一天才行, 就连这次我的生日, 许志婉叫走齐礼, 我也还得忍着, 忍着我的男朋友通宵达旦地陪着另外一个女人, 但凡我表现出一点不满, 我就是个心胸狭隘的女人, 是的, 心胸狭隘, 隔天早上, 我睡醒习惯性打开手机, 刚点开朋友圈, 就看见许志婉刚发的几张照片, 三张图片, 一张是齐礼躺在床上的睡颜, 另一张是他们两个人食指向扣的手照, 还有一张, 则是齐礼将他紧紧搂在怀里的照片, 搂得那样紧, 就站在床边, 暧昧的气息不断蔓延, 仿佛下一秒亲密相拥的, 两个人就会倒在床上, 相拥相吻, 配字, 每个男熬的夜晚, 幸好都有你在, 我气得浑身发抖, 当即就给齐礼打电话, 让他给我一个解释, 可接电话的却是许志婉, 周湘, 阿里还在睡觉呢, 你晚一点再打过来吧, 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可是话里的炫耀, 是怎么也止不住, 仿佛就像是在向全世界宣告, 瞧, 他又选择了我呢, 一直到傍晚的时候, 齐礼才到我家来找我, 字字句句都是抱歉, 我把那条朋友圈对到他脸上, 他沉默半闪过后才开口, 香香, 阿婉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知道他做的有些不对, 但这是我欠他的, 心凉了半截, 我一把就推开了齐礼, 那是你欠他的, 不是我, 所以我凭什么要跟他一起还这份恩情, 如果许志婉没有那么多小心思, 我愿意把他当成亲妹妹来对待, 可是不行, 许志婉只想踩着我上位, 所以有我没他, 有他没我, 我给了齐礼最后的通牒, 如果不能把许志婉这件事情彻底处理好, 那么就分手吧, 我真的累了, 第三天早上, 我刚和谢曼一起出门, 正准备去好好逛个街, 平复一下心情, 许志婉找到了我, 说是要跟我好好谈一谈, 他眼角有些乌青, 还略红肿着, 看样子是哭了一场, 我猜测齐礼大概去找过他, 可齐礼既然还没有找我, 那就说明这件事情还没有办好, 否则许志婉也不可能找到我面前, 他带着我到了附近一家新开的画廊, 我让谢曼先回去, 毕竟有些事情也确实要跟许志婉说开, 否则这种纠缠不清, 他疼, 我也难受得厉害, 许志婉停在一幅半人高的画像前面, 满脸幽怨地盯着我, 周湘, 你知道我究竟有多爱齐礼吗? 爱到那个疯子拿刀出现的时候, 我满脑子只想着不要让齐礼出事, 所以直接冲了上去, 我以为我做到这个份上, 齐礼就会爱我, 可我没想到, 我出国治疗这几年, 他居然就和你在一起了, 竟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可是凭什么? 我明明比你更爱齐礼, 爱到可以把这条命给他, 可他凭什么为了你要放弃我? 许志婉越说越激动, 甚至直接开始伸手来推我, 凭什么? 凭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只是把你当成妹妹来对待, 是你妄图把这份亲情变成爱情, 这个救命针确实可以绑齐礼一辈子, 如果许志婉愿意当妹妹, 没有那么多坏心思, 或许我也会心疼这个奋不顾身的女孩子, 可她每次都在算计我, 企图用齐礼的救命针来道德绑架我, 可她救的那个人不是我, 我凭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爱情来成全她? 我做不到, 也不想去做这件事。 许志婉哭得越发大声, 她甚至还从口袋里掏出了那把折叠小刀塞进我手里, 我为了阿里, 差点连命都没了, 你捅我一刀, 然后把阿里还给我好不好? 带着哭腔的嗓音响起, 画廊里的所有人都侧目看了过来, 那些知情的, 不知情的人们纷纷伸手指着我, 好似都在指责我, 可变故却来得如此之快, 画廊不知从何处起了火, 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 火势已经蔓延开了, 想要冲出去十分艰难, 尤其是我跟许志婉站的位置实在太靠里面, 我捂着口鼻想往外跑, 他却趁我不注意狠狠推了我一把, 周香, 你死在里面就好了, 我摔倒在地, 又被几个慌乱往外跑的人踩中腿, 半嗓都爬不起来, 等到好不容易扶着墙站起来时, 火已经烧到了我面前, 我很难再出去了, 火势漫延开, 铺天盖地的浓烟呛了我难以呼吸, 甚至连说话都觉得艰难,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是齐里打来的电话, 我身体愈发觉得难受, 呼吸也格外困难, 接通电话后, 我甚至一度都开不了口, 可以说嗓子如同刀割了一样, 我甚至还能听到齐里电话里嘈杂的声响, 以及119的警笛声, 香香, 等我这次报完恩, 我们就好好在一起, 我发誓只会把她当成妹妹, 绝对没有别的意思,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 嗨嗨, 我挣扎着想开口, 可是嗓子被浓烟惯坏了, 说了一个字, 就觉得火辣辣的疼, 可她却仿佛听不见似的, 满心满眼都只有那个许志婉, 香香, 阿婉现在需要我, 我必须去找她, 你乖一点, 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说吧, 我似乎又听到了许志婉的声音, 带着哭腔一如既往的柔弱, 阿里, 我好难受啊, 你快点送我去医院好不好, 其里, 我拼尽最后一口力气, 不够刀割式的嗓子疼痛, 想开口同她说我也在画廊里, 可是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了, 只剩下刺耳的嘟嘟声, 火焰铺天盖地地蔓延过来, 滚烫的炙热感包裹住我, 我再也出不去了, 彼时刚救下许志婉的其里, 心疼地将她搂进怀里, 哄了又哄, 许志婉吓得直掉眼泪, 以一个极其亲密的姿势, 缩在了其里怀里, 还吻着她的颈驳, 阿里, 我好害怕, 以后你都不要离开我了, 好不好, 她哭得太厉害了, 其里甚至都舍不得推开她, 轻轻拍着她的背, 一声又一声哄着, 好, 我答应你, 以后我都不会离开你, 别哭啊, 晚晚,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跟哄小孩似的, 以及那发自肺腑的话语, 把同行的医护人员都看感动了, 此时其里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电话那头的泄脉声音无比急迫, 香香也在画廊里面, 快去救她, 这一天, 画廊发生大火, 不出半个小时, 就已经冲上了热搜榜首, 同时登上热搜的, 还有其里, 镜头下的其里, 在那通电话结束后, 眼中片刻惊恶后, 紧接着丢下手机, 就往火场里冲, 赶到的消防员紧紧抱住她的腰, 可其里心红着一双眼, 嘴里还在大喊着, 香香还在里面, 我的香香还在里面, 说着便流下了滚烫的泪, 在场所有人都开始劝她, 眼里充满了对她的心疼和怜悯, 而其里, 因为这段视频直接登上了热搜榜第二, 成了许多网友口中的痴情人, 为了心爱的姑娘不惜冲进火场, 自自气泪, 声嘶力竭的叫喊, 更是让一众网友为之心碎, 看着这段视频, 我只觉得无比嘲讽, 香香, 又在偷看手机了, 谢阳推开病房门走了进来, 弯腰在我额头上探了下体温, 接着十分自然地抽过我手里的手机, 体温正常了, 但还是需要好好休息, 所以手机先没收了, 谢阳替我倒了杯热水, 紧接着拖了把椅子, 坐到床边盯着我, 谢谢你,谢阳, 我接过水杯, 又到了声谢, 在画廊活场里, 我吸了太多烟, 有些烧了嗓子, 以至于说话时, 声音沙哑难听至极, 我刚低头喝了口水, 病房门不知被谁打开, 接着窜进来一个小男孩, 一进来就愣在原地, 瞪大了双眼盯着我, 姐姐, 你的脸, 小男孩话还没说完, 就被急匆匆赶过来的父母抱了起来, 孩子妈妈赶紧对我驱躬道歉, 抱歉啊, 没有看住孩子, 说完话后, 又伸手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下, 让你不听话乱跑, 没事, 我摇摇头, 伸手碰了一下脸上的绷带, 心口还是有些疼, 但歇斯底里的情绪早已经消失, 那对父母赶紧带着孩子出了病房, 我低着头没说话, 谢阳叹了口气, 然后一把握住我的手, 研制凿凿, 香香, 都会好的, 会好起来吗, 我偏头看了一眼窗外, 阳光很是明媚, 但窗户玻璃映出的我的脸, 却是那样丑陋, 在画廊里, 我一度以为自己会命丧火海, 但谢阳救了我, 他是谢曼的哥哥, 也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 只是大学的时候选择出国留学, 后来又在国外工作, 许多年都没有见过了, 这次回国, 又恰好在画廊里救了我, 才不至于让我带着怨恨死在火场里, 谢阳将我抱在怀里冲了出去, 自己的胳膊上也留下了一块被火烫伤的疤痕, 而我因为在里面待了太久, 左脸被烫伤, 哪怕用了最快的速度送到医院里, 也依旧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我昏睡了一天一夜, 醒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自己伤了脸, 左脸被包裹着厚厚的纱布, 我手指只是轻轻碰一下, 就疼痛无比, 谢阳安慰我, 说这不过是小伤, 他是医生, 一定会治好我的脸, 可他将病房里所有的镜子全部都收走, 甚至连手机也不留给我, 掩耳盗铃, 所以晚上我一个人偷偷溜出病房, 去了公共卫生间, 然后在镜子面前一点点拆下绷带, 看着镜子里变得丑陋的自己, 开始放声大哭, 我甚至都想不明白, 我究竟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谢阳找到我, 看着我蜷缩在角落里, 就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裹在我身上, 紧接着将我抱进怀里, 香香, 你永远都是谢阳哥哥心里最漂亮的女孩, 跟哄小孩似的, 谢阳哄着我, 只是她眼眶同样也哄着, 昏暗的灯光下, 我却依旧能够看清她眼底的通息, 那天晚上谢阳一直陪着我, 听我说着这七年来的点点滴滴, 说着我的一腔真心喂了狗, 到最后换来这样一个结局, 倘若齐里是一个干脆的人, 许志婉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 更加不会出现画廊里这件事, 我也不是一个干脆的人, 念着那七年的感情, 我总是想着忍一下, 再忍一下, 仿佛只要忍下来, 我就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 可我错了, 有些事情是不能容忍的, 我却偏偏还想要一个圆满的结果, 所以我得到了教训, 那么他们呢? 我伸手轻拂着脸上那块突兀的伤疤, 那天晚上的歇斯底里, 也只会停留在那晚, 隔天我就收拾好了情绪, 为了不让爸妈担心, 我给谢曼打了电话, 嘱咐他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我爸妈, 就说我公司有事, 这段时间需要出国出差, 爸妈很信任谢曼, 对他说的话并没有怀疑, 而我也要利用这段时间出国治疗, 谢阳说过, 他会想办法让我的脸恢复如初的, 只是在临出国之前, 有些恩怨也该一并算清, 比如犹豫不决的齐礼, 又比如那个在火场里将我推向火海的许志晚, 谁都跑不掉。 中午, 谢曼拎着保温盒走进病房, 人还没走进来, 就开始同我叙道说着刚才发生的事, 刚才在楼下看见了齐礼, 看样子有些疯, 腿伤了, 还直一往医院外跑, 许志晚抱着他的胳膊直哭, 都是报应。 说完, 谢曼像是意识到什么, 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确定我脸上没有任何异常后才松了一口气, 我一早就知道齐礼也在这家医院, 那天火灾发生后, 谢曼给他打电话, 齐礼难得又想起了我这个女朋友, 第一次抛下了他心爱, 但许志晚想要冲进火场里救我, 虽然被消防员拦了下来, 但还是因为过于激动, 迟迟不可离开, 导致被塌陷的房子横梁砸中了腿, 只能说都是报应吧, 而齐礼大概到现在还以为我死了, 死在了火场里那个无人问津的角落中, 然后良心发现似的开始自责难过, 一次又一次想要冲出医院, 再去那已经稍微灰烬的画廊里, 去找我的尸骸, 那些网友纷纷感叹齐礼的深情, 但只有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虚伪,自以为是, 我活着的时候, 他满心满眼都只有那个曾经为他挡过刀的许志晚, 为此不惜让我这个女朋友一再隐忍和委屈, 后来以为我死了, 又开始回忆起了我的好, 发了疯似的自责, 对我的爱意在那个瞬间达到了顶峰, 我住院的这一个星期以来, 特意让谢阳替我打点好, 不会有人透露出我的名字, 齐礼, 找不到我的, 越是找不到, 仿佛那份爱就会越发深刻, 我看着他就像跳梁小丑似的, 一次又一次在镜头下诉说着对我的爱, 然而现在的我只觉得无比的恶心, 这七年来所有的爱, 在那场大火里早就化为了灰烬, 销声匿迹了整整一个星期, 偶尔我也会在医院里看见发疯的齐礼, 因为上过热搜, 许多人都认出了他, 就是火场里的那个深情少年, 他坐在医院后院的长廊上, 手里捧着一束我最爱的满天星, 眼角无声流着泪, 那模样转足了别人对他的同情, 甚至纷纷上前安慰他, 而许之晚就半蹲在他面前, 两个人的角色完全颠倒, 这一次是许之晚低声下气地哄着他, 让他忘了我, 真可笑, 谢曼公司还有事, 所以给我送完饭就要匆匆赶回去, 只是这次却撞见了齐礼, 医院的后花园里, 齐礼死死拉着谢曼的胳膊, 星红的眼里满是雀跃, 谢曼, 香香没有死对不对, 谢曼被他馋得有些烦了, 冷笑着开口, 很失望吧, 香香没有死在那场大火里, 齐礼拼命摇头, 然后哀求谢曼, 让他说出我在哪, 想知道吗, 他迅速瞥了一眼躲在窗帘后的我, 我站在窗户旁, 冷眼瞧着这一切, 你在这柜上一个小时, 我就告诉你香香在哪里, 怎么样, 谢曼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确定我对齐礼再也没有了半点喜欢, 甚至还掺杂了些许恨以后, 对他的厌恶也再不加任何掩饰, 一如此刻, 故意在这么多人面前给他难堪, 齐礼抿着嘴, 一点点松开了谢曼的手, 只要我跪下来, 你就会告诉我香香在哪吗? 是, 话音落下的同时, 齐礼双膝慢慢弯曲, 跪在了冰冷且坚硬的鹅卵石小路上, 医院人流多, 许多人看见齐礼跪着, 纷纷都掏出手机拍小视频, 谢曼给我发信息, 单凭那几个字, 我都能感觉到他的雀跃和痛快, 香香, 这算是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吗? 当初他因为许致婉一再辜负你, 现在又装成这个样子, 应该就是报应吧? 我一笑了之, 并没有回信息过去, 而就站在窗户口, 冷眼瞧着跪在小路上的齐礼, 没过几分钟, 穿着一袭白裙的许致婉冲了出来, 想要将跪在地上的齐礼拉起来, 可却怎么也拉不动, 所以他又开始了最常用的那一招, 捂着心口喊疼, 齐礼一见他这样, 立马想要站起来, 就让他抱进医院, 谢曼双手抱拳, 现在走了, 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周湘在哪里了, 他一致, 许致婉又痛好一声, 最后他还是抱着许致婉进了医院, 谢曼气地丢掉了手里的保温盒, 搬也不上了, 直接上楼, 开始找我吐槽齐礼, 我原本以为他是真的知道错了, 没想到那个小绿茶捂着胸口装一装疼, 他又心软了, 和谢曼的气氛不同, 这场大活已经烧掉了我对齐礼所有的爱意, 所以看着刚才那一幕, 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 或许是确定了我在这家医院, 齐礼就开始了守株待兔, 执着地非要见我一面, 我因为伤了脸, 几乎都不会出病房, 谢曼也不想他打扰我养病, 所以后来几次送饭都格外小心, 唯恐会撞到他, 香香, 这几天好好养身体, 国外那边的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 过几天咱们就可以出国, 谢阳替我削了个苹果, 又极细致地切成好入口的小块, 插着牙签地给我, 这也是我之前跟谢阳商量好的, 我不可能顶着脸上这个丑陋的疤痕过一辈子, 别说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 我爸妈看到的话肯定会担心死, 谢阳在国外认识一个极靠谱的整容医生, 我可以去国外的医院, 让自己的脸恢复如初, 但是在出国之前, 有个人我绝对不会放过, 我看了眼窗外院子里的许志婉, 他手里拎着一袋子生活用品, 拿着手机站在一棵树下打电话, 一身小白裙衬得纤细病弱, 无辜得很, 可只有我知道, 他骨子里是十分阴狠的, 否则也不会在画廊里, 故意把我往火堆里推, 这是要我的命, 杀人偿命, 哪怕我没有死, 他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眼看着他一个人在院子里, 我特意避开谢阳, 悄悄溜下了楼, 一点点靠近许志婉, 他还在打电话, 我静止走过去, 直接撞到他的肩膀。 许志婉被撞得往前走了两步, 回过神来后, 直接转身就开骂, 你是没张眼睛吗, 直接往我身上撞, 你要是。 骂骂咧咧的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清了我的脸, 我戴了一个帽子和特大号的口罩, 遮挡住了因为烧伤而变得丑陋的脸颊, 他看我的神情, 就像看见了鬼一样, 紧接着害怕地往四周张望了起来, 就这么怕齐里会见到我。 我率先开口, 许志婉下得手里的带子都掉在了地上, 手里的电话卸出了些许声音, 阿婉, 你身边是不是香香? 声音很细微, 但是我还是听清楚了, 挺巧, 电话那头的竟然是起礼, 也不巧, 我就是故意的, 毕竟在一起了七年, 对我的声音他还是很熟悉的, 所以, 哪怕许志婉用了最快的速度挂断电话, 他还是确认了我在许志婉身边, 你为什么还要出现? 你怎么就不能死在画廊里? 许志婉说话的声音无比阴狠恶毒, 那张交好的脸也变得有些扭曲, 那让你失望了, 我还好好的站在着, 我静静盯着面前的许志婉, 这个在画廊里试图置我于死地的女人, 说不恨那肯定是假的, 所以我没控制住, 直接伸手甩了他一巴掌, 他被我打得有些猛, 捂着脸半嗓都没说出一句话, 周香, 你, 他话还没说完, 我又甩了一巴掌, 两巴掌狠狠地打下去, 我心里的气才消了那么一丁点, 周香, 你有病吧, 你居然敢打我, 我一定会告诉阿里的, 他试图威胁我, 所以我又甩了他一巴掌, 从前我只想着稀释宁人, 可是现实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真的太疼了, 我俩甚至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 医院大楼冲出了一个人影, 速度之快, 直接撞倒了一个掺着拐杖的男人, 这一幕莫名有些熟悉, 不过也有不同, 那个男人被撞得摔倒, 当即气愤地爬了起来, 直接把拐杖在棋里身上狠狠拍了一下, 你妈没教你走路看路吗? 棋里被打得痛呼一声, 但没顾得上许多, 满脸欣喜地跑到我面前, 一把就将我搂进怀里, 香香,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我究竟有多担心你, 依旧是熟悉的怀抱, 但我现在只觉得满身冰寒, 许志婉一看自己被忽略, 当即捂着脸跑了过来, 阿里, 我被打了, 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 棋里松开了抱着我的手, 转头看着许志婉, 瞧清了他脸上的巴掌印, 是我打的, 没得起李, 自己开口问, 我就直接主动承认, 在他微皱着没试图说些什么的时候, 我将脸上的口罩摘了下来, 裹着纱布的脸, 明眼人一瞧,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棋里, 画廊里你抱着别的女人往外跑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你的女朋友在里面生不如死, 我脸上带着讥讽的笑, 看着棋里原先还想要责备甚至劝和的话, 一点点吞咽了回去, 他颤抖的手慢慢俯上我的脸颊, 感受着那处的凹凸不平, 尖锐的刺痛一直都在提醒着我, 眼前这个男人究竟有多不值得, 而我又是花了怎样的代价, 才看清了这一点, 香香, 你的脸, 棋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愧疚在看到我脸上烧伤的疤痕这一刻, 直接到达了顶峰, 我一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自以为是的要当世界上最贴心的好人, 所以面对替他挡刀的徐志婉, 哪怕他做了再多语举的事情, 都舍不得说一句重话, 现在面对毁容的我, 他只要一想起那天给我打的电话, 他就会对我含着一辈子的愧疚, 而这份愧疚催化的爱将会刻骨铭心, 徐志婉伸手扯了扯齐里的胳膊, 试图让他为自己主持公道, 然而此时的齐里, 眼里只看得见我左脸上的那块伤疤, 满眼的心疼和内疚, 已经彻底吞噬了他, 我握住他的手腕, 让他的手附在我的脸上, 齐里, 我好疼啊, 一句话就让齐里落了泪, 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也在里面,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知道的话, 选我还是选许之婉, 你难道不会更纠结吗? 我笑的那叫一个讽刺, 松开了他的手腕, 接着一字一句对他说, 齐里, 咱们彻底完了, 闻言, 齐里脸色大变, 他发了疯似的抓着我的手, 一字一句气着哀求, 不, 香香, 我们说好要一辈子在一起的, 我们不能分开, 我知道我有错, 你不要这样子对我好不好, 卑微到了极致, 就连一旁的许之婉都有些看不下去, 齐里, 我那么爱你, 为什么你眼里就只能看得见周香, 他现在变得这么丑, 你为什么还要爱他, 字字句句往我心窝上戳, 闭嘴, 第一次, 齐里为了我呵斥了许之婉, 倒还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但那又如何呢, 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 说完了就是完了, 死皮赖脸有什么意思, 我一把推开齐里, 直接转身就往病房里走, 齐里大步上前, 抓住我的手腕, 试图拦住我, 香香, 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机会, 我缓缓抬头, 看了一眼乌鸦鸦的天空, 出来前, 我刚看了天气预报, 应该很快就会下暴雨了吧, 好啊, 齐里脸上欣喜的表情骤现, 我又立马补了一句, 如果你能在这站一夜, 我就考虑原谅你, 说完我就甩开了他的手, 直接跑上了楼, 等我回到病房, 透过窗户往下看的时候, 发现齐里也在盯着我看,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许之丸扯着他的手腕, 试图劝说他离开, 可都无济于事, 不出十分钟, 天空响起了第一道闷雷, 然后哗啦啦地大雨清盘下, 齐里全身都被淋透了, 但还是没选择离开, 他倔强地盯着我, 似乎想一次表明他的决心, 真可笑, 香香, 你想原谅他, 身后泄阳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拿着一件外套替我披上, 然后跟我并肩站着, 一起望向窗外树下的祈礼, 我摇摇头, 我已经得到教训了, 所以我不可能再重蹈覆辙, 至于今天闹这么一出, 目的是许之丸,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许之丸看着齐里淋雨, 心疼得跟什么似的, 当即就跑上楼, 一脚踹开了我的病房门, 然后伸手质问我, 周湘, 你凭什么折磨齐里? 凭什么? 我冷笑, 你仗着救命恩情, 做了多少语举的事? 你说齐里对我的愧疚, 会不会让他心甘情愿, 为我做更多的事? 许之丸气得直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 周湘, 你凭什么这么对他? 他气到极致, 直接吼出了声, 凭什么? 要不是你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把我往火里推, 我会毁容吗? 我同样也跟着他吼了起来, 情绪悸动到不行, 许之丸盯着我的脸, 疯狂地笑出了声, 我就是故意的, 我巴不得你死在画廊里面, 这样就没有人跟我抢齐里了, 所以你就为了一个男人想要杀我, 我死死掐着许之丸的脖子, 眼睛都红了起来, 对, 许之丸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就是要把你推进火里, 让你死在画廊里面, 可没想到你命这么大, 但你现在这副丑八怪的样子, 就是阿里现在对你有所愧疚, 以后也绝对会厌恶你, 我没有再说话了, 双手渐渐松开了许之丸的脖子, 然后一点点往后退, 脸上的笑越来越明显, 接着在许之丸疑惑不解的目光中, 缓缓掏出手机, 奇里, 都听见了吗? 文言, 许之丸脸色煞白, 和奇里一起出现的, 还有警察, 当初我在医院醒来过后, 就想报警, 可是谢阳说我并没有证据, 所以我就只能等, 等到许之丸将这一切亲口说出来, 承认他所犯下的罪, 而病房内, 谢曼举着手机慢慢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这段视频将会成为证据, 谢阳替我报警, 有这段视频在手, 警察一来就扣住了许之丸, 许之丸害怕地直往奇里怀里钻, 可是奇里却不断后退, 或许是怎么也想不到, 在他心里那个最是温柔善良的许之丸, 竟然会有这么恶毒的心思, 周湘,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设计我, 许之丸歇斯底里, 在看见警察的这一刻, 他终于知道了害怕, 阿里, 你快救救我, 他们是故意设计我的, 我根本就没有推他, 许之丸哭得梨花带雨, 最是容易让人心疼, 但这次的事情给了奇里太大的震撼, 他做不到像以前那样无条件维护许之丸, 因为只要他开口, 他心里对我的愧疚, 就再也没法得到宣泄, 沉默成了此时他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只扫了一眼奇里, 就静止走到许之丸面前, 今天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此刻做铺垫,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毕竟他想要的可是我的命, 许之丸, 这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吧, 虽然杀人未遂, 但你终究要负起法律责任, 许之丸或许是太生气了, 竟然挣脱了警察的束缚, 抬手就想要来打我, 谢阳出现得非常及时, 一把将我护在怀里, 没事吧, 谢阳低头温柔询问, 我摇摇头, 被他护着慢慢退进了病房, 警察带走了许之丸, 其里还站在病房门口, 我冷冷看着他, 声音里没有一丁点温度, 别指望我会原谅许之丸, 也不会签下任何谅解书,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但他眼神却死死盯着谢阳, 甚至还带了些许质问的语气, 香香, 他是谁? 理直气壮的质问, 谢曼直接就冲了出来, 他护在我面前, 仰着头一脸不屑, 其里, 你不懂得珍惜香香, 总会有人懂得珍惜的, 其里摇摇头, 他脸上带着自责和后悔, 香香, 我没有不珍惜你, 只是阿婉对我有救命争, 我没办法不管他, 但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卑微到了极致的其里, 企图越过谢曼过来拉我的手, 但却被谢曼一巴掌拍开, 原谅, 你也把脸给毁了, 你再来说, 原不原谅, 谢曼性子一向都比较急, 又一心觉得我受了委屈, 所以此时对其里那叫一个厌恶, 但为这样的人生气, 不值得, 我直接把谢曼拉进了病房里, 然后关上门, 病房外的其里也没有选择离开, 就靠在墙壁上, 说要在这里守着我, 香香, 你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一直守在这儿, 我没有理他, 直接把门关上, 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 其里挺犯贱的, 当初我那么爱他, 他偏要为了许之晚, 一再让我难堪, 现如今, 我决定不爱他了, 他又做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 上赶着求我的原谅, 迟来的深情, 笔草都贱, 我心里默念着这句话, 其里真的在病房门口, 守了一宿又一宿, 谢曼每次送饭过来, 看见他时, 都会出言讥讽, 愣是一个好脸色都不给, 出国前一天晚上, 夜里我在病床上睡得迷迷糊糊, 因为口渴, 挣扎着想要从床上爬起来倒水喝, 可还没等我睁眼, 就感觉到有人在摸我的脸, 香香, 对不起, 声音压得极低, 喊着浓浓的愧疚, 像急了一个痴情守候, 却得不到回应的悲情男二, 我怒从心起, 一把拍开了他的胳膊, 然后摸黑迅速打开灯, 抓起床边的水杯, 直接朝他砸了过去, 水杯砸在了祈礼的额头上, 紧接着又掉在地上, 碎裂成一块又一块, 鲜血从他额头上缓缓往下流, 那颜色别提多漂亮了, 也够爽, 祈礼, 好聚好散不行吗? 何必非要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祈礼不顾头上的伤, 还试图想走到病床边来抱我, 我抽出枕头, 就往他身上砸了过去, 别碰我, 我嫌恶心, 你就这么恨我吗? 他眼里全是痛惜, 说着一句又一句的对不起, 但我只觉得过躁, 毕竟大半夜溜进病房, 扰了我的睡眠不说, 还企图让我原谅他, 可笑, 或许是病房里闹得动静有些大, 病房门被人推开, 谢阳匆匆地走了进来, 当即坐到病床边, 轻轻将我护在怀里, 祈礼, 不打扰病人休息, 这是医院最基本的要求, 谢阳脸色也不怎么好看, 瑞丽的眼神直勾勾盯着祈礼, 满眼的嫌弃, 你现在抱着我的女朋友, 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说法? 祈礼伸手指着谢阳, 又开始了质问, 祈礼, 你自己跟许志丸 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 知不知道羞耻? 现在, 我已经跟你分手了, 我跟谁搂搂抱抱, 都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看着祈礼, 看着他眼里破碎的悔意, 和不可置信, 他总是有一种迷之自信, 认为只要自己诚心诚意, 就一定会求得我的原谅, 可凭什么, 他知道错了, 我就一定要原谅他, 谢阳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想要安抚我的情绪, 香香, 明天咱们就要出国了, 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 别生气, 对你身体不好, 出国, 其里眼孔皱缩, 大步向前, 想要伸手抓我, 可被谢阳挡着, 他抓了个空, 香香, 你要去哪? 他去哪都跟你没有关系, 这辈子也不会再有关系了, 你但凡是个男人, 就干干脆脆离开, 别娘们唧唧的, 这还能让我高看你一眼, 谢阳伸手扶了一下眼镜, 扫向其里的目光, 是那样讥讽, 隔天收拾好东西, 离开医院去机场的时候, 我并没有看到其里, 原以为按照他的性格, 一定会在医院门口读我, 却没想到, 到了机场都没有看见他的人, 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狗皮高药, 算是甩掉了, 谢曼把我跟谢阳送到了机场,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转头看着他哥, 哥, 你可要替我好好照顾香香, 要是有机会的话, 他没当着我的面, 把后面半句话说完, 只是一个劲儿地冲着谢阳眨眼, 这对兄弟之间的小心思, 我或多或少都能猜出一些, 只是现在不适合说那些事, 我看了一眼时间, 差不多快要登机了, 然而就在我快登机的前一刻, 手机响了起来, 是齐里打来的, 我毫不犹豫就挂断了电话, 他欺而不舍, 继续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将他拉黑, 谢曼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翻了一个白眼, 把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 我倒是想看看他究竟想说什么, 电话接通, 那边请求视频连线, 谢曼攒了一肚子想要骂人的话, 但在看清视频对面的齐里时, 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谢曼沉默地将手机递给了我, 我不解, 但还是接了过来, 看着我出现, 视频另一头的, 齐里举着手里的打火机, 随风飘扬的火焰跳动着, 那颜色让我看着, 都觉得有些心颤, 毕竟画廊那次大火后, 每次看见火, 我都会莫名感到心悸, 香香,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不可能的, 我摇头, 齐里笑容有些凄凉, 他把打火机, 不断靠近自己的左脸, 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 我知道你恨我, 所以我用这种法子来让你消气, 咱们不要分开好不好, 呵, 威胁我, 用他那张脸来威胁我, 在他袭击的目光中, 我冷笑着就挂断了电话, 他这张脸悔不悔, 对我而言都没半点意义, 我又何必在意, 手机被我直接关机, 谢阳和我登上了去往国外的飞机, 我花了五个月时间, 才让我的脸恢复如初, 期间谢阳一直都陪着我, 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我觉得我这辈子都得欠他的, 恢复期的时候, 为了不让爸妈看出破绽, 我都是戴着口罩接视频, 实在搪塞不过去, 就把手机丢谢阳, 爸妈知道我和齐里分手, 他们认为我分手难过, 所以选择出国旅游, 然后遇到了谢阳, 还跟人家在一起待了五个月, 必定擦出了爱的火花, 所以每次只要我搪塞不过去, 手机丢给谢阳, 老妈就全然忘记了我, 一个劲儿地跟谢阳聊天, 本来就是自己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现在事业有成, 长得还帅, 老妈就起了心思, 一个劲地想撮合, 现在更是默认为, 我跟谢阳在谈恋爱, 我每次刚刚想反驳, 老妈就呵呵冷笑, 你要是没跟人家在一起, 怎么就住一块儿了, 挺好, 我还真没法反驳, 我俩一起住医院, 但这能说吗, 显然是不能的, 谢阳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 在视频里对着我妈挥了挥手, 阿姨, 我会好好照顾香香的, 她一说话, 我妈脸上笑得褶子都遮不住了, 好孩子, 阿姨最相信你了, 挂完电话后, 我才能松一口气, 谢阳就会取笑我, 从小到大, 天不怕地不怕, 还有一个劲儿欺负我的小魔女, 到现在还怕妈妈, 我伸手就在她肩膀上, 帮帮捶了两拳, 我这不是不想让我妈误会, 对你名声也不好, 谢阳忽然收敛了脸上的笑, 一把握住我的手, 或许我就愿意让你糟蹋名声, 突如其来的真诚, 以及一本正经的对视, 气氛忽然就尴尬了起来, 我不得不承认, 谢阳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有钱有盐, 而且没有什么妹妹白月光, 这么多年来都洁身自好, 可以说是堪称完美, 但齐里给了我太大的伤害, 感情这种东西, 我有些不敢再碰了, 谢阳似乎一眼, 就能看清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他伸手轻轻抚摸着我的额头, 语气温柔轻缓,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齐里做不到的果断坚决, 我能给你, 这算是告白了吗? 我心跳有些快, 扑通扑通的, 感觉都要跳到嗓子眼里了, 谢阳忽然笑了, 在我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 不着急, 你慢慢想清楚, 我可以等你, 说完, 他又补了一句, 毕竟, 我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不怕再多等一段时间, 心跳, 更快了, 能出院的那天, 我就订好了回国的机票, 大半年没有跟爸妈见面, 他们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肯定是十分担心我的, 所以我一回国就直奔家里, 谢阳跟在我身后, 替我拖着行李箱, 老妈见到我俩回来, 当即就把谢阳迎进了屋, 是的, 谢阳, 不是我, 我张开双臂, 原本想迎接父母大大的拥抱, 结果两个人直接掠过了我, 热情迎接谢阳, 杨阳, 你跟我家香香相处挺久了吧, 两个人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跟你叔叔最近在家看日子, 觉得下个月结婚就挺不错的, 东西什么的都置办齐全了, 就等你们去世婚纱, 觉得怎么样, 唉, 我才刚回家, 倒不必如此着急, 谢阳乖巧地坐在我爸妈中间, 将目光投向了我, 我都可以, 看香香什么时候有时间, 最后问题抛给了我, 在爸妈能够杀人的目光中, 我只能硬着头皮点头, 先搪塞过去再说, 然后趁他们去厨房做饭的功夫, 我赶紧把谢阳拉进了房间, 你真想好了, 看我爸妈这架势, 恨不得下个月就让我们结婚, 谢阳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子, 小时候就想把你娶回家了, 现在也不晚, 就是不知道周湘小姐, 愿不愿意嫁给我, 怎么说呢, 此时微风正好, 阳光透着窗帘, 微微洒进来, 余晖洒在谢阳的脸上, 带着斑斑点点点的光, 让她整个人都夺了一层柔光, 心跳, 再次剧烈, 那就, 试一试, 她说得对, 我不能因为遇到了奇理, 就对整个世界的男人都失去了信心, 至少眼前的谢阳, 我知道她很爱我, 所以, 我也应该试着敞开心扉接受她, 只是这速度太快了点, 我原本是想着慢慢培养感情, 可是爸妈赶鸭子上架, 一个月时间就订好了酒店, 甚至连哄带骗, 连婚纱都是好了, 现在就只差结婚, 谢阳, 你不觉得这速度太快了点吗? 我跟谢阳站在民政局门口, 刚才脑袋晕乎乎的, 被爸妈推进去, 直接领了证, 明天就要结婚了, 速度快的有些难以想象, 谢阳将我抱进怀里, 低头虔诚地在我额头落下一吻, 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感情,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奇理了, 和谢阳在一起后, 甚至已经将这个男人彻底抛诸脑后, 所以, 当他拦在我婚车面前时, 我竟然还有些恍惚, 香香, 以前我就说过, 你要是敢嫁给别人, 我就会过来抢婚, 奇理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 满眼都是不甘, 而我的视线却落在了他的左脸上, 那里有一块伤疤, 我很熟悉那疤痕, 烧伤地, 他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伸手轻轻碰了一下自己的左脸, 这是我欠你的, 你不用觉得内疚, 这是我该还给你的, 我冷笑, 我为什么要觉得愧疚, 我真的很不理解, 为什么奇理总是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奇理眼睛红红的, 语气极尽哀求, 香香, 你不要嫁给别人好, 我提着婚纱裙摆, 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 一步步走向奇理, 看着他眼里趣味神情, 我伸手慢慢触摸他左脸上的伤疤, 奇理, 嗯, 这伤疤真丑, 我冷漠地吐出那两个字,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向我的新郎, 谢阳, 你终于来了, 谢阳朝我张开双臂, 满脸温柔笑意, 嗯, 我来娶你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奇理, 只是隐约听谢曼提起过说, 奇理疯了, 他怀里摟着一个布娃娃, 嘴里喊着香香, 还给布娃娃穿上新娘的衣服, 在家里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把他爸妈吓得不轻, 再后来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 半夜爬到高楼上, 抱着那个布娃娃, 从二十八楼一跃而下, 血溅了一地, 二十八楼一跃而下,